近日我国在巴黎成功发行了40亿欧元的主权债 从利率上来看连银行一年的定期都比不上 如果是在我国发行这么低利率的债券 估计都不会有人去购买 40亿欧元的主权债在认购期竟然遭到了疯强 总申购金额已经超过了200亿欧元 是发行额度的5倍多 另外从这批主权债发行的年限来看 期限较长 哪怕是这样都吸引了众多海外投资者购买 这里虎妞不得不说 对于中国的经济老外们还是非常看好的 从这次主权债的申购情况上来看 至少也表明有不少海外投资者 对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是非常看好的 与中国发行主权债相比 美债现在在世界上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美债海外主要的几个持有锅 近几个月除了日本以外几乎全在坚持 美债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吃香了 美债之所以不受全球欢迎 其主要原因是美债的规模在持续扩大 并且美国政府目前并未有太强的还债能力 不少国家害怕美国到时候赖账不还 而我们国家就跟美国完全不同了 10月份我国财政盈余就达到了3700亿元 加上目前我国的经济仍能保持6%以上的速度增长 这些都是我国具有超强还债能力的保障 美债没有我国的主权债这么吃香 也就情无可原了 最后虎诺要说的是 我国发行的债券在国外如此受欢迎 这也是国家实力的一种象征 日益强调祖国我为你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